好,然后啊,这是咱们现在啊,一个网络整体的架构,咱们先看这个第一行代码,这个第一行代码意思啊,就是说,咱们首先需要把这个CNN啊,这个卷晶神经网络的一个架构给它构造出来,咱们再NF再进去看一下。 我们看啊,现在就是到这个函数里了,这个函数呢,咱们又啊,就要帮咱们构造好这个卷晶神经网络的一个构架,在这里啊,咱们先传进了两个参数,那么这个两个参数啊,是一会儿咱们在做这个,嗯,咱们初始化操作的时候啊,需要用到的一个参数,那么其实来说啊,这个参数的作用啊,也不是那么特别大,咱们啊,只是让这个参数啊,等于一个很小的值,目的来说呢,就是说,咱们一会儿是不是要初始化这个W还有B啊, 咱们让这个W和B啊,一开始等于值啊,都比较小一些啊,只是做了一件这样的事儿。 首先呢,咱们先是对咱们刚才的这个X啊,就是说,咱们刚才那个X啊,咱们定义成什么样的结构啊,咱们来看一下。 诶,我们看,刚才是一个大X吧,刚才啊,这样是一个大X,咱们来看,刚才这样一个大X,它是什么结构啊,它是一个bisize再乘上一个咱们像素点个数吧,那么首先来说啊,大家想一想,就是说, TensorFlow啊,在咱们训练网络的时候,它传进来的格式是什么格式啊,之前给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它传进来的,它需要接收的是一个四维的格式吧, 大家不要忘了,就是说,它接收的是一个四维的格式,一个四维的格式呢,就是说,第一个数代表什么,第一个数啊,代表着一个, 第一个数啊,代表着一个bisize吧,第二数呢,代表着咱们图像的一个长度吧,第三,宽度,然后呢,这个一代表图像的一个channel吧, 所以说啊,咱们为了能够使得,咱们的输入啊,满足TensorFlow的一个需求,咱们首先啊,先做了一个TensorFlow的reshape, 先把咱们传进来的,咱们刚才定义好这个大X啊,做一个reshape操作,reshape完之后啊,咱们可以用这个小X啊, 就是说,咱们一会儿呢,传进到咱们网络当中的,其实是这样一个四维的小X, 然后呢,对于这个四维小X啊,咱们一会儿,咱们现在就要构造咱们这个卷积神经网络了, 咱们这里啊,是构造了一个三层的卷积神经网络, 其实呢,对于这个卷积神经网络的构造啊,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去随便的试一试啊, 看一看哪种网络效果好,大家也可以实际的去跑一下这个demo, 那么在这里呢,咱们为了简便和为了咱们网络训练速度啊,不至于太慢, 咱们啊,就简单的只使用了三层的一个卷积神经网络, 在这里呢,咱们需要先对这个卷积神经网络进行一个处置化吧, 也就是说啊,咱们需要先指定这个W和B吧, 也就是说,要把咱们这个filter里边的东西啊,先处置化好, 那么对于这个第一层卷积神经网络,对于这个G第一层啊, 卷积网络来说啊,咱们让这个filter的H和filter的W都是等于 三的啊,咱们取了一个很小的filter, 然后这个1和32是什么啊,大家应该还没忘吧, 这个1啊,就是说这个filter的第三个维度代表着, 嗯,它前面连的,或者说它连接着当前这个卷积的一个输入, 它的一个深度是多深的,因为它是一个回度图嘛, 所以说它是等于1的,然后呢,这个32就是说, 咱们要生成多少个特征图嘛,这个是咱们WCE, 咱们是用tensorflow.variable啊,就是说初始化这样一个变量, 然后呢,看这里啊,就是说,我让咱们初始化这个值啊, 我们看这是一个高斯初始化吧, 让初始化这个值再乘上0.01啊,就是说, 让咱们这个W和B,让它们都开始初始化的非常小, 然后呢,对于这个B来说啊,就是说, 你要生成多少个特征图就有多少个B吧, 所以说呢,这个B生成啊,稍微简单一些, 咱们直接啊,把这个32写进去就OK了。 对于一个卷积操作来说啊,咱们从里边往外看啊, 首先啊,咱们是调用了这个tensorflow.nn.confer2d啊, 就是说,咱们要进行一个卷积操作吧, 要进行一个卷积操作啊,需要什么啊, 需要有咱们的输入吧,咱们的输入就是说, 刚才转换好的这样一个四维的X吧, WCE,咱们的这个核函数,或者说叫filter, 然后呢,还有一个stread吧, stread通常来说啊,就是说, 当咱们这个filter等于3的时候, 通常啊,stread是直等于1的, 在这里呢,咱们也是利用这样一个比较经典的结构啊, 就是说,通常情况下,这个filter取3的时候比较多, 然后呢,这个stread啊,取1的时候也是比较多的啊, 咱们就用这样一个经典的结构, 然后呢,这个padding啊,它是大家可以选的啊, 一般情况下,咱们就用same这个项就可以了, 咱们通常啊,都是用这个same啊, varray的这项,咱们通常情况下是不用的, 然后呢,定义好了这个选机之后啊, 咱们干什么啊,这是算完了一个ws吧, 咱们啊,再调用啊,注意点啊, 就是说,调用方法是按照tensorflow, NN某块下,调这个barray是爱的啊, 注意点,就是说,咱们要调这个函数, 调这个函数呢,咱们ws再加上b, 加完b之后啊,是不是算完了咱们一个卷积的操作啊, 算完了一个卷积的操作, 咱们还没完,每一个卷积层后面, 咱们都需要连这样一个激活函数吧, 也就是说,咱们再拿卷积之后的一个结果啊, 走这样一个软路函数的值, 那么最后呢,咱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第一个卷积层的一个输出值了, 就是这个conver1,然后呢,这个conver1啊, 要干什么事啊,conver1咱们卷积完了之后啊, 是不是咱们要再走一个迟化层啊, 就是说,做一遍pooling啊, 通常情况下,咱们是只选择这个maxpooling的啊, 就是说,对于这个pooling选择啊, 其实咱们有maxpooling,还有一个minpooling吧, 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说啊, 是minpooling的人啊,非常非常少了啊, 通常一些论文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高端项目上, 咱们都是去使用这个maxpooling, 最后呢,这里啊,咱们就直接调, tensorflowNN某块下这个maxpool啊, 这个函数啊,这个函数, 然后呢,把这个conver1, 就是咱们刚才啊, 第一层卷积层的结果输入进来, 这个case size呢,就是说, 咱们要选多大的一块进行一个pooling, 通常情况下,咱们让这个前两个数啊, 第一个数和第四个数啊, 都是等于1的, 咱们只去改中间这两个数, 这个22的意思啊,就是说, 咱们要找这样一个2x2的窗口, 对这个22的窗口进行一个pooling的操作, 这个stripe呢,就是说, 嗯,stripe呢, 其实啊,咱们等于1也可以, 等于2也可以, 通常情况下来说啊, 现在这个,呃, 对于这个pooling来说, 咱们一个经典结构啊, 就是说, 让这个窗口选择是2x2的, 让这个stripe呢, 也是选择2x2的, 这样咱们没有一个重复的区域, 这样的表达效果, 相对来说, 虽然说啊, 没有stripe的, 就是说, stripe的小一些, 可能来说呢, 会让咱们的特征图更丰富, 但是呢, 咱们还要在一定, 咱们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 去减小咱们特征图吧, 为什么啊, 因为咱们一会儿, 最后是不是要连这样一个全连接层啊, 如果说你全连接层, 连接参数太多呀, 会使得咱们网络训练起来很麻烦, 所以说在这里啊, 咱们选择一个经典结构, 就是说窗口是22的, 然后呢, 这个stripe它也是2x2的, 这个padding啊, 咱们还是用这种same的格式, 经历完了这个卷积和迟化之后啊, 咱们再加额外一个东西啊, 咱们可以再加这样一个dropout这样一个层, dropout层呢, 咱们可以选择这样一个dropout保留的一个率, 那么这个率啊, 就是说一会儿呢, 是由咱们这个placeholder给咱们传进来的, 这是咱们现在给大家说完了, 咱们这样一个第一层, 那么第二层啊, 其实跟第一层来说没什么太大区别啊, 咱们就不再一个一个的去说了, 有一点不同啊, 就是说之前咱们是生成32特征图吧, 咱们在这里呢, 就是说通常情况下来说啊, 咱们是经历完一层迟化层之后啊, 咱们需要把这个特征图的个数啊, 给它翻个背啊, 就是说这个32和64啊, 大家都是可选的, 咱们想要多少个特征图呢, 咱们就可以在这个区域上, 咱们写上咱们想要特征图的个数啊, 但是呢, 就咱们这个demo来说啊, 咱们现在不是说要训练一个非常牛逼, 非常准的一个检测的模式, 咱们只是从这个代码, 从这个流程角度来说啊, 咱们该怎么样去做这个事, 所以说呢, 咱们选择的这些参数啊, 还是选的比较小的啊, 就是说咱们现在打造出来这个模型, 它是一个很轻量型的一个卷积神经网络, 然后呢, 我直接跳这吧, 然后啊, 说完了这个卷积层之后啊, 咱们来说这个全连接层, 在定义全连接层的时候啊, 咱们需要自己手动的算一个东西, 算什么啊, 咱们是不是说要把咱们之前卷积的特征转换成一个向量啊, 就是说转换成一个, 像一个1024倍的向量啊, 咱们该怎么办啊, 咱们是不是说需要指定好这个全连接层, 前一层连接的参数是多大啊, 这回呢, 就需要咱们自己再来算一下, 大家刚才忘不忘啊, 就是说, 咱们刚才给大家说了, 咱们的一个输入是多大, 我再看一眼, 我都忘了, 咱们的一个输入啊, 是一个, 我记得是60乘160吧, 咱们来想, 现在是60乘上160, 它的一个h呢, 是等于60的, 它的w呢, 是等于160的, 咱们要算什么, 咱们要算就是说, 经过三层卷积之后啊, 它的一个特征图, 就是说最后一层卷积层完了之后啊, 它的一个h和w是分别, 多大的吧, 咱们该怎么算, 咱们来看啊, 就是说, 对于这个filter, 这个filterh和filterw都等于3, 然后呢, 咱们stread取于1的时候, 它不会改变咱们的特征图嘛, 就是说, 用咱们的h减去咱们的filter, 加上2倍的padding, 再除以stread, 再加上1, 等于这个值啊, 是不会变的, 之前呢, 也是给大家计算过了,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个卷积层来说啊, 它没有改变咱们特征图的一个大小, 那么什么层改变特征图的大小呢, 咱们来看, 这里是不是经过了一个max pooling啊, 咱们来画一个窗口啊, 就是说max pooling啊, 是每这样一个2乘2的窗口, 咱们把这样4个数, 转换成这样一个数吧, 那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h是原来的1分之1了, w也相当于是原来的1分之1吧, 说明呢, 就是说, 经历完了一个pooling层之后啊, 咱们的这个h和w都要变成原来的一半吧, 咱们来想, 咱们现在是不是经历了三个卷积啊, 经历了三个卷积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说要做了三个pooling啊, 咱们就分别来写一下, 第一次pooling, 结果是什么啊, h变成30, 然后呢, 这个w变成80吧, 第二次pooling, h变成15, w变成40, 然后呢, 第三次pooling啊, 咱们来看, 对于一个15来说, 是不是说它变成了一个, 好像变成了一个7.5啊, 但是呢, 这里咱们是不是说用了一个padding等于same啊, padding等于same啊, 就是说, 当咱们啊, 这个pooling没办法, 最后剩什么, 最后剩一个单个的了, 剩一个单个这俩怎么办呢, 咱们会做一个padding, 在这块呢, 加上一个0, 所以说啊, 相当于它是一个16除以2的吧, 那么也就是说啊, 第三层pooling之后完, 它等于8的, 然后呢, 对于这个w来说啊, 因为它是正好的, 所以说就不用再加0了, 它是等于20的, 那么咱们啊, 得到了一个特征图, 它是一个8乘上20的, 咱们来看代码啊, 所以呢, 这块有一个8乘20的, 然后呢, 这个64什么, 这个64就是说, 咱们有64个特征图吧,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这个全连接层连接参数说大, 先得要连上前面这个特征图吧, 这个特征图是一个8乘上20再乘64的, 咱们希望把这个特征图啊, 转换成一个1024维的一个向量吧,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咱们就定义出好了这样一个骨壳, 那么用这个骨壳呢, 当做咱们第一个全连接层, w是咱们这样定义的, 然后呢, 对于这个b来说啊, 就是说, 你要定义多少维向量啊, 咱们的b啊, 就给它处置化多少个, 那么这个b啊, 还是很简单的, 然后呢, 对于这个w和b都有了之后啊, 咱们要干一下什么事啊, 咱们是不是说, 要进行一个啊, 就是说, wx加b的操作啊, 那么首先呢, 咱们需要先把这个w啊, 给它进行一个转换, 我们看, 给它进行了一个reshape操作, 也就是说呢, 咱们现在是一个卷积之后的结果吧, 这个conver3, 咱们需要把这个conver3转换成, 就是说, 转换成一个8乘24乘64, 这样一种直的形式啊, 大家看, 就是说, 通过这样一个代码啊, 咱们需要先把它做了一个变换, 变换成了这样一个直的形式, 变换成这样一个直的形式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给它做这个wx加b了吧, 咱们用tensorflow.mat multiply, 就是说, 做一个矩阵的成绩, 用咱们刚才变换好的这个东西, 再乘上咱们这个定义好的这个wb, 这个wd, 然后呢, 再加上咱们这个b啊, 就是完成了咱们第一层的全连接层的一个计算方式, 第一层全连接层完了, 咱们还有第二层吧, 第二层全连接层, 咱们要干什么事啊, 咱们是不是就要完成这样一个分类, 或者说, 完成一个label到底是什么的操作了, 所以说呢, 咱们需要把这1024维的一个特征啊, 或者说是一个向量, 给它转换成一个10个值吧, 转换成一个10个值啊, 这里抱歉啊, 说错一点, 不是10个值, 是40个值吧, 因为刚才给大家画了一下, 就是说, 咱们预测的是一个4乘上10的一个label吧, 所以说呢, 咱们需要预测40个值啊, 就是说, 这些值里边哪些是0, 哪些是1啊, 咱们需要进行这样一个预测, 那么这样预测完之后啊, 咱们就把这个out给它返回回去啊, 就OK了, 那么现在呢, 咱们就完成了一个卷积神经网络的一个模型啊, 给它运行了最后, 咱们就完成了一个卷积神经网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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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卷积神经网络 感谢观看